通则不通,通则不通,爱酒问通之道,你知道吗? 通是一种生命现象,我们为什么会感觉到疼痛? 终于一说,通则不通,通则不通,什么通,通什么? 这里的通是指经络的畅通,经络畅通则不通,经络不通则会通, 医学和气学证明,经络是生命的意识系统, 人的所有的生命现象都是由经络引起的, 生命现象同五脏六腑里的五行气物质、气流、能量有关, 建议学的五行理论阐述,轻微的不通会痒, 痛是完全不通,神经是经络和肉则替关的过度通道, 神经不通则经络里的行气就不能够通过, 就会失去运动能力,但是不会痛,而是没有了感觉, 大旧起源酒,是大自然创造的,是和人类一起诞生的, 不是某个人的发明,或者说,酒不是被发明的, 而是被发现的,远古人类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, 工具,要品贫乏,但是他们在试用火的时候, 不小心被火烤到患处,却能减轻病痛, 于是远古的人就发现了可以用火来保健,这就是酒的起源, 那么今天呢,就教给大家一个温通效果很好方法, 爱酒爱巧酒选酒, 是取纯净细软的爱绒,24克, 平复在26厘米长, 20厘米宽的细草纸上, 将机卷称直径L, 5厘米圆柱形的爱卷, 要求卷紧,外过一致地柔软疏松, 而又接刃子桑皮纸, 用胶水或酱糊封口而成, 也有每条爱绒中渗入肉桂, 干浆, 丁香, 毒活, 细心, 白纸, 雄黄各等分的细末六克, 则成为药条, 吃酒的方法分温和酒和雀酌酒, 那么再给大家一些对应病症的学位, 感冒, 风池, 打锥, 丰腐, 河谷, 废鱼, 猎缺, 急性之气管, 废树, 定传, 河谷, 慢性之气管炎, 废鱼, 山中, 急树, 高荒树, 太渊, 定传, 河谷, 足三里, 磕风, 山中, 废鱼, 高荒, 天突, 丰门, 猎缺, 打锥, 足三里, 风龙, 支气管, 笑蠢, 定传, 废鱼, 山中, 支气管扩张, 孔罪, 赤泽, 山中, 被结合, 废鱼, 太渊, 三阴交, 高荒树, 足三里, 太溪, 熊摩颜, 废鱼, 内关, 青门, 阴灵犬, 辖西, 山中, 隔肌静轮, 中暗, 足三里, 内关, 聚职, 极心未尝言, 天书, 中暗, 气海, 上聚虚, 腹痛, 气海, 中暗, 内庭, 皮树, 足三里, 田书, 卫下垂, 百会, 足三里, 中暗, 梁门, 关园, 背静轮, 天书, 中暗, 梁秋, 幽门, 消化性溃疡, 中暗, 梁门, 足三里, 内书, 长耿足, 足三里, 田书, 之沟, 下聚虚, 便秘, 足三里, 田书, 荡横, 大掌树, 之沟, 失眠, 涌泉, 三阴交, 内官, 足三里, 百会, 冰雪, 足三里, 关园, 高血压, 足三里, 绝骨, 驱驰, 血海, 心脚痛, 心愚, 智阳, 决意于, 山中, 受海, 内官, 无脉症, 心愚, 内官, 太渊, 决意于, 抗鸟病, 官员, 太息, 脱钢, 肠腔, 百会, 足三里, 蛋囊眼, 杨铃犬, 七门, 日月, 胆树, 太冲, 足灵气, 干硬化, 七门, 中蛙, 足三里, 水分, 三阴交, 一六, 官员, 足三里, 鸟珠流, 三阴交, 中脊, 膀胱树, 强烈现眼, 阴灵犬, 三阴交, 气海, 中脊, 慧音, 摇阳关, 前列现增生肥大, 官员, 曲谷, 慎树, 命门, 杨伟, 中脊, 官员, 慎树, 命门, 男性不欲, 气海, 官员, 三阴交, 命门, 足三里, 宜经, 中脊, 慎树, 三阴交, 官员, 智氏, 上热下汗, 官员, 神随, 足三里, 血海, 七时, 太息, 每天就一两个, 或者选两个长期坚持, 疏通疲惯, 中脑, 退热, 打锥, 脚摸炎, 死竹孔, 印堂, 风池, 太阳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。